在小金门的军人公墓里,至高点上树立着一个纪念塔,洁白的塔身映着蓝天, 上头鸣刻着苍镜飞舞的书法,让人一望就感受到崇高圣洁的氛围。 这是陆军第五军七十五师镇王将士纪念塔,而在香烟鸟鸟的祠堂中,庄严肃穆地安放着灯部战役训夺烈士神位。 前监察院长余佑任先生曾为灯部岛烈士提了一段词, 灯部副灯部,踏进中原路,相放自有花,围绕英雄墓。 字句之间道尽对灯部岛烈士的无限缅怀与景仰。 灯部岛战役发生在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三号,这样的述说可能只是冰冷的年份数字。 让我们换一个说法,就在十一月三号的七天之前才发生了古名头战役。 共军在金门吃了败仗,就把重点移往北边, 在距离台湾约五百公里的长江出海口,也就是舟山群岛展开了另一场的登陆战役。 而灯部岛战役的胜利,正清楚说明了外岛防御的重要性, 以及当年国军官兵以生命捍卫自由的决心。 今年是灯部岛战役七十周年, 当年有一千九百余位国军前辈战死沙场。 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到陆军装甲五八四旅,也就是灯部部队。 现任旅长陈上校特别发表感言,向当年参战的前辈致敬。 本里全身为陆军2190,英国三十八年因为组织变革,改编为六十七十。 同年十一月灯部岛战役中,由于参战前辈们欲血奋战,牵灭犯底。 首途有功,先总统蒋公于十一月八日致函加冕, 表彰参战官兵的卓越攻击,并授予灯部这个光荣队名。 灯部岛大节不仅稳定了台海情势, 更是我中华民国能够转为为安,化险为一的关键因素。 灯部岛是恶控周山渠岛航引要冲,也是其难测屏障,形势险要。 民国三十八年11月3号,就是古宁头大节一周后, 共军华东野战军第21军六十一师,由桃花岛进犯灯部岛, 国军四号退守机关交陆家带张王岗一线固守。 破晓后,台空军以暗轰及密接支援守军战斗。 在周山繁卫司令十决中将指挥下,情势随即逆转。 台军的太和、永泰等军舰以舰炮猛烈对共军展开反击, 阻绝共军增援并支援岛上国军作战。 空军也连续出动P-51、B-25等战机, 猛烈轰炸共军盘踞在登部岛及桃花岛阵地, 并阻断两岛间的交通,迫使登部岛上共军处于孤军作战劣势。 敌我双方对地形要点的争夺, 多以肉搏拼杀战况惨烈。 经过了三个昼夜血战, 六号清晨,国军攻抵登部岛西南海岸, 除少数共军乘船逃走外,全坚犯敌,创下登部岛大捷。 此役国军伤亡一千多人, 共军也有三千多人的伤损。 这意义除了陆军舰而将士用命外, 海空军适时加入战斗,也是功不可没。 时隔七十年,让我们跨越时空, 到队史馆找回这些英勇事迹的些许记忆。 欢迎来到登部部队队史馆, 映入大家眼帘的是我们登部部队的旌旗, 诚如刚刚旅长所说, 登部部队是一支具有历史传承的部队, 从早期的219师、67师、84师、284师到现今的584旅。 而在旌旗背后, 成列了琳琅满目的历史文物, 更在在证明了我们部队的悠久历史。 随着时代转变, 我们队徽也跟着转变。 登部部队早期的队徽, 以青天白日国徽照耀着登部岛, 以盾行的标志, 象征登部部队全体官兵上下一心。 另外, 家和则寓意在登部岛战役所建立的丰功伟基, 并有御兵于农, 及执干戈一位设计之意。 这个背章是用先写换来的荣耀, 也忠实记录了70年前, 有关中华民国生存发展的重要战役。 当然, 杨上是说, 随时代的演进, 现在装甲584旅的队徽, 更加入了年轻活泼的元素, 红黄蓝三色。 是装甲兵, 尘爱热的传统精神。 两道闪电, 则代表他们的行动的快速与指挥的灵活。 下方12块履带, 则与装甲兵12风格相辉映。 而在队史馆里面, 有几封参战官兵亲笔写的心得写作, 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杨上是说, 在队史馆里面, 一共典藏了六份, 参战前辈所亲笔撰写的手稿, 字字句句, 记载着战场的凶险震撼, 与对家国袍则的情怀。 这不仅是他们个人很宝贵的回忆, 也是最具价值的战史教材。 最让我有感的是一位属民娇娇的女性前辈, 英雄无名, 娇娇不是她的真名, 但她以战地娇娃的身份, 也同样经历了战地的洗礼。 最后她说, 我这一生真够得上多彩多姿, 以一个女孩子能够亲身经历登部大节, 为国奉献牺牲, 而没有在人生旅途上交白卷, 真够幸运啊。 看到这句话, 我真的很感动。 我想不管是男性同仁或是女性同仁, 大家从军的初衷都应该是跟当年的娇娇前辈一样, 以能够奉献我们的青春岁月为荣。 五八四旅每年十一月举办的对姓活动, 都会邀请曾经参战的老战友们回来看看, 无论是现役或是退役的登部人, 大家都保持密切的联系, 有着深厚的情谊。 这是登部部队的优良传统,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袍则情深。 而对在七十年前, 曾经在登部岛上遇血的官兵来说, 那一幕幕惨烈的情景, 不论时光如何推移, 环境如何改变, 就像是Jugan Tan Bebo的歌词所说, 从来不需要想起, 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们一个团三个鹰, 一个人鹰在桃花岛, 这个我们那个鹰是日比队, 一个鹰守着海风, 那个时候我们风, 风水的布地血缘少, 但是大家很英感, 可以说的平时抵抗, 在这个六十岩山上, 这个大陆部队跟我们的部队, 整个的沙方大概超过400人, 他工具到了炮车山以后, 我们的部队只有退缩, 没办法, 他到了炮车山, 他停止没走, 晚上深夜, 我们就输到这个登堡码头那个地方, 那时候我们的司长, 是吴仁明, 那个时候参部长建议吴仁明要撤退, 吴仁明把他骂了一下, 他叫我死要死在这里, 你给我一样, 我死你就死。 这样壮烈就死的决心, 真是令人感动, 但当年的前辈如果不是抱着这样必死的决心, 怎么会有最后光荣的胜利? 在对视馆中, 我们也发现了一首巨幅的登堡礼战, 这是八年前对庆的宪师, 撰稿人文采、阅历、令人折服, 他也是参战前辈罗志。 战事发生时, 他才18岁, 从基层的士兵做起, 一直到民国75年, 从宪兵201指挥部上校主任光荣退伍, 到了5号的时候, 这时候最后决战日。 前面的几个高制高点, 都给我们200团, 244团疏复了, 剩下一个最要紧的流水癌带, 山头, 这是个决战点可以说是, 我们这个201团, 是整个司的总预备队, 当然前面的都市战航非常惨烈的, 喜上非常惨重的, 这个任务就当然是落在我们爱的一团, 而我们爱人一团除了第一人单元预备队以外, 第三人就在先一天的战斗当中, 几乎死伤大半年, 当然这个攻击流水癌部队的任务就落在第二人的身上, 第二人, 迎着蓝文刚, 断笑金刚, 人家叫他小光帽, 这个从九点半钟开始出风, 总共出风了十一次, 到下午三点钟左右才把流水癌这个山头, 整个这个司拿下来, 这个山头拿下来的时候团长就打电话给这个第二人让, 讲三点, 可是他的第三点还没有讲完, 就是一群炮弹, 就是一群的, 不是一颗一颗的, 呼呼呼呼呼, 电话就断了, 团长说了两声, 糟糕, 糟糕, 以后解决过了十几分钟的时候, 电话在解决的时候是报告, 刚才这一群炮弹, 蓝纹钢人长这么滑, 团长倒是眼泪,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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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连长, 我们连长给我是同学, 这我记得很清楚啊, 头一头晚上啊, 他就给我讲, 他说, 他讲我在套活道啊, 有个人给我说明, 我应该活到八十几岁, 结果第二天他说是中文, 像这样令人动容的事迹, 真的不声美举, 老兵们只要有一口气在, 这些牺牲的同袍就活在他们心中, 灯部部队从建军到现今首位台海安全七十余年, 在全体官兵群策群力之下, 装备及武器从一开始的单兵步枪, 连进到现在的装甲竞云, 要感谢所有曾经在灯部部队服务过的前辈先进们, 苦心经营与破坏, 以及现在所有官兵弟兄姐妹, 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奉献行李, 才能问灯部部队奠定部落磐石的根基, 本人也在此保证, 灯部部队一定能在既有的基础上, 再接再厉, 厚实坚强战力, 也让灯部精神永续传承, 国家有国家历史, 部队有部队历史, 历史忠实记录走过的脚印, 这是无法抹灭, 也不应遗忘的, 今天584旅全体官兵, 依然扛起登部, 这块永锤使章的金字招牌, 传习着蒸蒸铁使, 为了这光荣的传统, 尽心尽力于战训本物, 不敢烧带, 正所谓成军于戎马空中, 着掌于战斗之中, 刘明于登部一役, 敬业于首富台棚, 我们一起祝福灯部部队, 七十周年对幸快乐, 也让嘹亮的队歌, 响遍每个角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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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